通勤路上 行下时光 春天礼 2021 你听播客了吗 播客的前身呢 其实就是电台 7080是它的黄金简单 随着时代的发展 出现了电视机 电脑 电台便逐渐失威了 但在2020年 一股新的电台风重新刮了起来 它最新的名字叫做播客 新时代的播客有哪些特点 该如何制作 变现方式有哪些 今天我找到三位小宇宙上的热门主播 邀请他们一起做一期播客 聊聊背后的秘密 大家好 这里是大友电台 我是主播马丁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播合时宜 我是主播若涵 因为太多耳朵太少 欢迎收听Vibration 爱播音室的第五十一期节目 我是十一 可能我们这期播客的听众朋友 不会想到 我们是在公园的草地上 来录这一期节目 真的好久没有看到 北京这么好的天气了 前两天还在下泥巴呢 第一层野菜 我跟你说 今天我也就没拿个勺什么的 要不然我都给它弯了 那你们之前平时就是录播客的话 会在什么地方呢 大部分时间是在远程录制的 因为我们有一位主播 他不在国内 通常在北京时间的午夜时分 通常我都是在自己的咖啡馆里边录 最开始拿ipad也录过 拿一个单向型的话筒 然后三个人一块对着说 对 都快亲上了 对 你一般就是在家里面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家 我平常呢 就是在这边工作 这里有两支麦克风 它是电容的麦克风 特别灵敏 有时候录音什么 我猫在旁边 口口唆唆的都会被听到 剪辑的话 不同的采访对象都放到一个音轨上 然后我一起剪到这上面来 与视频制作相比 播客的技术门槛真的很低 播客的前期录制 只需要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 最好在没有回音的室内 有一件录音设备 再加上一副耳机用于声音的监听 就已经万事俱备 播客的后期剪辑 对初学者可以使用garage band 专业点一般使用au 但其实运和具有剪辑功能的软件 都可以满足这一支做需求 我觉得你们可能猜不到 恐慕工程 恐慕工程我的天呀 我是学法律的 学法律最大的帮助就是 我查阅资料的方式跟速度 还有整理资料的方式是非常高效的 从来没有人想过 我小时候是一个练武术的 我练的就是那种传统拳术 行一拳八级一拳那种 直到我上大学选专业 当时就觉得服装设计有意思 但是服装设计这个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后来我就选择了一个 我觉得最简单的 就是做咖啡 其实我大学并不是学传媒的 我当时学的是社会政策 但是大学一直就对新闻 非常的有热情 我觉得这一波播客起来 确实是有很多曾经做媒体 做新闻的朋友入场 会有一点点帮助 因为你之前就已经在训练 你的表达能力 或者是信息的处理能力 那它其实是可以附用到播客 这件事情上来的 没有技术门槛 专业毫无限制 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虑的 就是你到底要做一档 什么样的播客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自己感兴趣的 所擅长的那方面 拿到一部分资料的时候 我们三个主播分别都去查 是吧 有没有什么考证什么之类的 别是某个什么黑网站出来的 乱里巴巴的东西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 你真的有一个很想要表达的主题吗 以及这个主题 你真的确定你能够半年一年都 如一日地表达下去吗 其实每两周就会开一个线上的会议 然后我们可能会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这个话题很值得聊 我的讲稿会写得非常的详细 我一般只要照着讲稿念顺一点就可以了 2020年中文播客紧喷式增长 某些平台的主播数量已达到千万 听众流量超过三亿 最热门的播客大多为轻松的聊天 范文化的访谈或故事讲述 能用有温度的声音提供陪伴感和亲密感 是播客最强烈的特质 每次我妈一上班的时候 就是这个电台里总会出现一个女性的声音 特别素 我的那个声音单口 我自己有时候听都会觉得说 哇这个人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 好烦 他说话其实这种感觉好像很私密 会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跟疫情有一点点关系 可以明显的观察到 就是在疫情的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听众量就变得越来越多 而且在那段时间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 也不能跟很多朋友面对面的见面 那声音其实可以很好提供这种陪伴 那个听众是一个在流水线上装配的一个小工人 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无聊 还愿意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工作可以戴耳机 所以他就会听不同的播客节目 然后他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工作就变得没有那么的无趣吧 因为他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去接受这个事业上的一些其他有趣的信息 亲爱的若寒 崭幸好 很庆幸在疫情一时时遇见不合时宜 声音的连接发生在我在家打早时 做饭时 散步时 在那漫长的疫情隔绝中 让我有手中远方有人陪伴的安心和温暖 2020中文播客与消费调研中显示 将近90%的听众年龄在35岁以下 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收听场景前三分别是通勤 睡前和家务 说打发时间 获得陪伴感 有人提出 知识焦虑是大家收听播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并没有想把这个电台做成一个教书育人的一个形象 我对标的还是相声 就是让大家甚至能听这个电台能睡着了 而不是像听天书听睡着了 我觉得播客还是信息的载体 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信息 这两者的差别非常之大 现在还有说知识碎片化的事情 在我看来知识不能被碎片化 知识被碎片化之后就变成信息了 你必须经过你自己内化整理之后你才能变成知识 播客跟音频课还是挺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并不会系统的贩卖一个知识框架 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我们的观点 我们自己有个听众群 我早上起来就有几百页的那个消息要刷 因为他们就在里面非常认真的聊各种各样的话题 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去和人交流 就严肃问题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也算是在一个同温层的一些伙伴 就是他们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个话题重要 为什么值得被讨论 就是目前来看播客的商业模式还不是很成熟 大家觉得播客在商业化的这条路上 就是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吗 可以 怎么那么大 没有什么优势都是劣势 电台的历史悠久 但在各种视觉传媒出现之后 它就不再是一种普及的传播方式 喜马拉雅数度传出上市的消息 但计划最终流产 荔枝虽然赴媒上市 但从商业变现的角度来说 音频内容以会员付费 广告投放等变现路径 都还不够覆盖平台的内容开发及运营成本 平台之外 主播的生存现状也并不轻松 对于一般的播客来说 这个变现的方式是 你没有机构化的运营 没有公司来说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靠这个来谋生 美国的非常好的播客 都是由大的公共广播电台公司出品的 音频市场要像视频市场一样 繁荣的话 背后肯定还是要有资本的力量推动 但是现在音频市场的商业利润 应该跟视频还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因为大部分的品牌 他们对播客这东西的了解还是很少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投 他们也不敢投 那广告分很多种 一个是平台的广告 一个是主播自己接的广告 你会看到图片的 或者甚至是声音的一个贴片广告 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 你听众的观感会很差 你一定要说出这是什么产品 就是这个广告太硬了 直接塞到我耳朵里面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个在业界里变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能一些听友也有可能是一些合作方会听的 然后由这来找到我们 它并不能为你的品牌创造直接价值 但是它确实可以增加你这个品牌在市场上的影响率 播客感觉有点像 把大家从一个流量至上的逻辑里面解放出来 就是给更多人更平等的权利去表达 去讨论一些公共议题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追逐流量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沉下心来做一些真正觉得 我们各自觉得重要的内容对吧 算法式的推荐新闻的内容 它都会天然的追逐人性的一些东西 但人性的东西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体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 一个是平台方 一个是听众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主播 平台方他们肯定是流量至上的 而当播客入局到平台之后 它的这个逻辑是调不过来的 但是我觉得播客这个东西的本质是能抵抗这个东西的 就希望平台能够给给力吧 就是能想清楚播客是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就是被小宇宙这些平台推了两次 对我也是我也是 小宇宙在这一点确实做得很好 而且他们是人工推荐嘛 目前还是 先让它发展起来 后面的事后面再说吧 一次独特的播客录制结束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音频的后期剪辑 首先是要使用到转写软件 将声音内容文字化 在文稿上进行筛选重组 最后落实到音频上 多人播客的后期剪辑真的有点繁琐 不过看到播客一点点成型 确实能收获不少的成就感 播客可以让你更好的利用碎片化时间 获取新的信息 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收入 但可以让你拥有一个自我表达的空间 在流量引导观点的当下 播客暂时还是一片净土 虽然不知道这波浪潮能持续多久 但我还是感谢播客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陪伴 你与播客之间有过什么样的故事 你对它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